醫學院有沒有帥仔是適合Angle口味的? Angle講不講粗口? Angle中學時有沒有試過被老師罵? Angle不是很懂Angle 懂Angle的觀眾可以幫我問一問 Hello 大家好 我是Angle 經過了七個月的努力 我的頻道終於達到了一萬訂閱啦 好多謝大家的支持和愛 想來回片尾先說 今天就拍一個一萬訂閱的Q&A 作為一點點回歸 去解答一下大家對於我好奇的東西 又或者疑問 盡量所有題目都回答 在IG、Youtube和NotGonnaLine 都收到很多很多大家的問題 和讀書相關的又或者讀醫那些 就會放在最後回答 記得看完影片啦 首先回答了一些比較難分類 或者Random一點的問題 觀眾DM會不會回覆? OK 有DM過我問的觀眾 就會知道我是回覆的 而且也回覆得挺詳細的 基本上大家如果DM我 又或者回覆我的Store 不是太個人的 我看到就會回覆 不過我最近開了學 所以會回覆得慢一點 但是依然都會盡量回覆 當然有些DM問得可能不太禮貌 又或者是我之前拍片很仔細地說過的 就不會太優先去回覆啦 Where can I see you? 怎麼認識到我? 嗯... 平時我上學又或者外出沒什麼特別的話 我就會腿裝 戴帽、眼鏡、格仔衣 那所以... 那暫時9月份為止呢 我都會偶爾回到Main Campus的 那就帶點關於我的問題啦 我今年幾歲 我的生日 我的生日是8月18日 所以以出片這一天去算的話呢 就剛剛上個星期就過了生日啦 那我的年齡呢 這個問題很多觀眾都有問過我的 那現在在這裡正式回答一次 我現在是21歲 Year 4的學生 我多高? 我不高? 166左右 啊! 那就讓大家發現了我的體重啦 讀大學有沒有玩O-Camp? 有 這個我覺得是入U必須必須要做的一件事情 那我那一陣子就去了Hall O啦 還有呢 另一個是MBBS的O-Camp 就俗稱小O 那其實還有一個 是叫做大O 那是所有HAUMAGFAC的programs 就是Nursing、Farm等等 全部都會混合在一起的 那不過那個呢 就跟Hall O的時間overlap的太多 對HAU Hall Culture有了解的觀眾 應該都會知道 就是住Hall的人很重視你出席Hall O的嘛 那所以那時候就沒有去到大O啦 那MBBS的小O呢 是真的很好玩 還有如果keep it firm的話 其實一路讀上去都會一直很friend 那至於Hall O呢 就... 如果現在再問多我一次 我應該會寧願不參加 詳情可以看回這一段片 What time do you usually go to bed? 有看過我20Fact But Me的觀眾呢 就會知道我平時是11點半睡啦 那不過呢 現在都要更新一下我的睡眠時間呢 就是 那這個Fury開一學啦 那都真的會比較忙一點 那所以最近這個月就大概 Around 12點 12點鬆一點的睡眠啦 其實都不是這麼夠睡啦 我怎樣管理時間 嗯... 其實我覺得時間管理呢 是一個不新的課題來的 就是至少 起碼去到我現在這一刻 都還是會比較去試新東西的一個階段 那所以時間運用上面就會 會有一些變數啦 那但是有一點呢 可能是我比較特別的呢 就是我除了可能睡前 睡醒那半個小時呢 我是很少說 躺在那裡休息啊 就是沒有什麼目的地用下手機 那所以基本上 我除了是吃東西 睡覺 就會有工作 那時間管理這件事呢 我都計劃了去拍片去說的 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吧 My favorite hobby 嗯... 這一題呢 我留給觀眾幫我答 那有留意開我IG的觀眾呢 應該... 不多不少都可以說兩三樣的 喂... 抱著什麼信念 認為自己可以 Outcompete名校生 我想是指我以前考MEDIC的時候 對不對 那這一點其實我都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以前是從來都沒有一個想法 是要去贏名校生 那當然 很小時候 就會覺得 我要考得高分過所有人 要贏人家 那但是後來 慢慢讀上去 就覺得 其實好像沒有什麼必要 我的看法是 我不可以去阻止別人 不太厲害過我 我可以做的就是 不停去增值增值自己 當我focus在我自己身上的時候 雖然很老套 但是就會變成一個 A better version of myself 那所以 當你某一天 再去和一些你很在意的人碰頭的時候 可能其實情況已經可以完全不同 好 接著就是大家 最期待的感情問題了 首先 宅偶條件 你想贏 我以前小時候 就有很多憧憬 譬如說 喜歡爆到 但是我開始大 就發覺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準則 主要就是 年紀大過我 身高高過我 還有專人 那就OK了 至於是不是一定要 都是讀醫 或者專業人士 這一點我就真的無所謂 因為我本身就 有小小的工作狂 所以我可以努力工作 去搞定自己 老實跟大家說 我之前 甚至乎是有些抗拒 和讀醫的人 去拍拖的 我皮膚很好 好白 多謝大家 那我臉 是習慣不塗防曬的 因為有些防曬 塗完就要卸妝了 那我的看法 是除了 基本護理之外 所有要搞到臉的東西 怎麼都會對皮膚有些傷害 那所以 我就出家會擔遮 那是 今個月 即是開了學 每天都要回 face to face 才會開始塗手腳 那我現在呢 就是用這隻 某間脫毛中心送給我的禮物 那 那用了一個月 好像暫時都沒怎麼刻到的 至於日常護膚呢 我覺得我的routine都挺簡單的 那主要就是保濕和暗瘡 那保濕的話呢 就是基本的洗臉奶 然後保濕的toner 跟著就是 保濕prime 那至於暗瘡呢 新鮮生出來的暗瘡 我就會塗抗生素 那如果是暗瘡印那些呢 我就會塗differing 那這兩隻呢 都是我在HU clinic 看醫生拿回來的 還有我自己有在厚服 Omega-3 還有Vitamin D3 那就是增強抵抗力 減低身體的炎性反應 會比較 沒怎麼生長症呢 平時在邊買衣服 網購 我是在某個 專賣韓國女裝的手機APP 那裏買的 我想我有97%的衣服 都是在這個APP那裏買的 那就到最後的部分 就是大家很期待的 醫科相關問題 為什麼這麼大執念讀medic做醫生 嗯 這位觀眾呢 應該有看到我之前的影片 那我想執念的意思呢 其實就是 很堅定 很想讀到 那其實我想讀醫呢 是因為我真的很想做精神科醫生 那我以前 真的想做到一個程度呢 可以說 我是為了做精神科醫生 才去選醫科 當初有沒有信心入到mbbs 嗯 其實那時候我真的沒怎麼想的 我就真的很純粹 我今天定了這個目標 我要做到的 那我就很努力地問這件事 我這次考慮 我有我的標準在那裏 那我收到成績就純粹去看回 我欠哪裏才可以達到我的標準呢 那所以就 其實都很少會去想 真的我那一刻的目標以外的東西 那就到讀書相關的東西 以前中學的同學 是不是很努力 還是我自己默默奮鬥 會不會讀書 讀到沒有時間和朋友相處 我以前中學那級呢 讀書的氣氛就不算是很強 那再加上 從來都沒有出過醫科生 沒有過英文五星星 那所以變成 好像我這樣 射得這麼high 就 只有我一個 那所以我就是自己默默努力的 至於和朋友相處呢 我去到考DSC之前 那就參考了某個師兄的做法 那就去到中六 不去旅行日 兩天的旅行會 只去半天 那但我又不會覺得好像錯過了很多東西 因為真的是朋友 就算我不去這些學校的活動 都會依然朋友下去 至於現在去到大學 個人大了 還有大學的flexibility 真的相對中學會比較多 雖然讀書都依然很忙 但就會有多些空間 可以自己分配一下時間 去見一下朋友 就這樣 有什麼方法可以舒緩避示壓力 以前有個老師跟我說過 有壓力的時候 是應該去解決壓力 而不是做一些irrelevant的事情 那這句話 其實對我來說 我的影響都很深 所以我自己 就是要在壓力出現之前 去避免這個壓力的出現 好像很廢 這句話 以讀書的情況為例 譬如說我知道我兩個月後要考試 我就會現在這一刻計劃定 我這兩個月每天要找什麼 然後每天都跟著我計劃好的事情 盡量去行事 再繼續做 之後去到臨考之前那幾天 應該不會覺得太多東西堆在一起 所以有壓力 到現在已經回答了很多 還有一些問題 是沒有機會回答到的 這些問題 我就會在IG 盡量努力回答 所以未追蹤我IG的觀眾 記得快點追蹤吧 這條片還未完 在我這個頻道 剛剛開始的時候 真的有很多很多人幫過我 所以我一定要在這裡正式地 跟所有幫過我的朋友 同事和老師 去說聲 謝謝你們 當然還有一直一直支持我的觀眾 開始這個頻道 其實是受到身邊很多人的推動 那時候和經濟日報 做完專訪之後 那我才發覺 咦 原來我怎麼去努力的事情 是會有人想知道 或者可能 會有好像我那樣 曾經這麼不安的人 會需要知道 那如果有看我那份專訪 或者之前Twenty Factor Book 那段影片的忠實觀眾 那應該會知道 我那時候考DSE之前 還很害怕地上網搜尋 那我就發覺 好像沒有什麼背景的人 入到MEDIC的一個先例 那所以 由Day1我去做這個頻道 開始 其實就真的很純粹 我希望 可以讓看到我的影片的觀眾 去知道 就是無論你的背景 是有沒有優勢都好 真的可以靠你很努力 很努力地去完成你的夢想 那到做了一段時間 就發覺 其實原來我也挺喜歡拍片 和剪片 所以未來都會出多些不同的 content 去給大家看 那大家去看我的頻道的時候 除了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多讀書方法的頻道之外 希望大家如果可以想成是 這個醫科生的生活 除了讀書 還有什麼呢 這樣就好了 好了 拍到這裡 都已經拍了很久了 今天 好 多謝多謝多謝大家 這麼踴躍去問問題 我之後都還會再搞Q&A 所以今次我還未答的問題 之後都會有機會再問 那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記得Like & Subscribe 開啟鐘 還有留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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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呢 我在IG會更新的比較多些 所以記得去follow我的IG啦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